大家好 欢迎收看华尔街电视新闻 上周六结束的美中华盛顿谈判 中芯公司是重要缺席者 川普遇救中芯的意图被说破后引发美国国会和舆论的反弹 美国财长努琴周六表示 中芯不在美中贸易谈判的范围内 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 不要指望中芯能够脱身 不可能发生 中美谈判5月19日结束后的声明 没有提到美方是否放松 对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中芯公司的禁售限制 美国财长努琴二十在福克斯电视台接受华莱士采访时表示 中芯通讯不在这次贸易谈判的范畴内 华莱士在问努琴有关中芯问题时 播出川普的推特截图 川普的这篇推文表示 他正与习近平合作 想法子找到让中芯恢复应运的办法 以挽救中芯的大批工作岗位 华莱士随后又播放一段美国国会的反对视频 一位议员质疑说 为挽救中国的就业岗位 那美国的就业岗位怎么办 美国财长努琴周六表示 这次谈判不关中芯的事儿 中芯暗示另一个问题 独立于贸易谈判之外 中芯通讯因违反美国对伊朗和朝鲜的制裁条例 向这两国出售美国芯片和其他组件 引发美国商务部对其采取限制措施 中芯陷入死局 停止了大部分业务 川普透露 他将指示商务部长罗斯 想办法让中芯通讯重新投入商业运营 引发美国国会愤怒 在此背景下 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日前表示 不要指望中芯通讯能够脱身 这也不会发生 即便有什么新补救措施 中芯仍然会非常艰难 包括罚款 合规措施 更换新管理层 更换董事会 以上是我们的华尔街电视新闻 感谢收看